大家好,我是穆迪,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夏天来了,烈日炎炎 所以我决定要做一个防晒特辑给你们 我一直在强调防晒霜有多重要多重要 但还是有人会忘 要想老得快,就不用防晒 防晒做不好,秒便送小宝 这期我会从五个方面给大家科普一下 物理和化学防晒剂需要注意的问题 有各自的优缺点 不安全的化学成分 两者叠擦会出现什么问题 还有哪些成分释放UVA的 物理防晒剂呢,是覆盖在皮肤表面 不会被皮肤吸收 然后直接反射紫外线 有效成分只有两种 一个是Zinc Oxide,氧化芯 还有二氧化钛,Titanium Dioxide 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光稳定性好 理论上说呢,是不会随着光照所分解 不会降低防晒效果 第二呢,它的安全性比较高 对皮肤刺激性比较小 很多超级敏感肌就是只能用物理防晒的 缺点呢,就是防晒颗粒比较大 比较厚重,没有那么清透 如果你是痘痘肌的话 可能会有闷痘的可能 如果有一个人给你推荐一个物理防晒霜 它轻薄的像水一样 你涂上没有任何感觉 它里面也没有酒精 那它一定是骗人的 因为物理防晒剂的特点 它就是颗粒比较大 质地是无法改变的 无法避免就是有一点泛白的现象 化学防晒剂是先吸收紫外线 然后把紫外线转化为热能 再释放出去 它的优缺点正好是和物理防晒剂相反的 它就是比较清透啦 你想想它都可以被皮肤所吸收 可见它的颗粒比较小 所以它也很适合妆前使用 吸收比较快 肤感比较舒适 它的缺点呢就是光稳定性一般 随着光照呢 它对紫外线的吸收能力会有所降低 几乎所有的防晒 后面都会标注 每两小时涂一次 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化学防晒的 尤其是有一个在美国很广泛防UVA的物质 Averbenzol阿福本宗 有研究表明持续光照呢 这个成分30分钟就会消失了 那有人会问我 那物理防晒为什么后面还要写两个小时补涂一次 但是因为物理防晒虽然说理论上是不用补涂的 但是你有表情稳对吧 你会出汗 你会出油 你会蹭掉这个防晒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还是会建议你补涂来达到最大的效果 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两个物理防晒剂的成分 其他所有的防晒成分都是化学防晒剂 那这几十种化学防晒剂 最最有争议的就是Oxybenzo二本酮 如果你看EWG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它的打分的话 给它是8分 属于高危险群 研究表明 当它被皮肤吸收时会容易光过敏 当它甚至皮肤会进入血液 然后会产生类磁激素的物质 造成卵巢增大等等 听起来好像是很恐怖 但是你们也不要担心 防晒双碳剂量都是相对安全的 所以也没有那么夸张 也不用那么害怕 但是我强烈建议 孕妇和超级敏感肌 还是要避免这个成分 还有一个成分是Oxynaucid 桂皮酸盐 EWG的打分是6分 属于中度危险群里面的 它也是可以被身体吸收为内分泌的干扰物 但不幸的是市面上9成的防晒霜 都是带有这个成分的 而且它的危险系数也没有二本酮那么高 防晒霜也是都是经过测试的 所以对身体没有太大的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 2018年夏威夷签署了防晒乳的进入法案 二本酮和桂皮酸盐都是尽用的成分 就是不可以销售的在夏威夷 因为说它会导致珊瑚的白化死亡 还有使鱼类畸形 所以如果你去夏威夷或者海岛度假的话 买防晒霜的时候 记得避免使用这两个成分 或者就直接去当地买 保护环境人有责 我们微博的力量都是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哦那你会说化学防晒霜是不是没有什么可以买的了 你说八九成都是这种物质 那还怎么用 别担心 欧盟新批准了一系列的新型的化学防晒霜 比如说UvinoA还有Tinosorb S 这些都是很好的化学防晒剂 防UVA的效果都非常好 但这些新型防晒剂都主要添加在日系和欧系的防晒霜里 美国FDA还没有批准这些新型防晒剂 我觉得美国真的是这些东西都很落后 都已经快2020年了 美国还不批这些成分 我们只能用代购啊 去海淘一些日系欧系的防晒霜了 你有没有过早上擦了防晒霜 然后中午突然出了大太阳 你想补涂一下吧 然后就拿了你朋友的防晒霜去用 你有没有想过里面的物理和化学防晒霜叠叠擦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AB Benzo 阿福本宗那个容易分解的防晒霜就是一个大麻烦 如果你使用的化学防晒霜里面有AB Benzo这个成分 那你叠擦物理防晒霜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二氧化态和氧化心会加速它成分的分解 导致它吸收光的效果会下降 如果你早上擦了一个物理防晒 你说我要补一补 然后又擦了一个化学防晒 其中有AB Benzo 那AB Benzo本身是防UVA的嘛 你这么一擦上去相当于你这个化学防晒 防UVA的这个化学防晒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一般情况下你不用担心你的防晒霜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设计防晒霜的人都已经帮你想好了 AB Benzo是不允许添加在物理防晒霜里面的 但是避免不了我们补擦的时候会忘记这个问题 我们只需要在补涂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OK了 我们总是听见广浦防晒 Brow Spectrum PA++++ UVA UVB都一定要互到 那到底哪些成分是可以广浦防晒呢 哪些成分是可以都照顾到UVA和UVB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列表 那这个列表列出了所有FDA允许的美系防晒剂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Titanium Dioxide的Zinc Oxide 也就是两个物理防晒的filter 是可以同时防护UVA和UVB的 两个成分在一起是可以达到一个广浦的效果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化学的成分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化学剂 几乎所有的化学剂都是防UVB的 UVB的防护就是我们所谓的SPF的值 就是你在太阳光下可以照射多少 不会被Sunburn 不会被晒伤 列表里面唯一一个防UVA一波段的就是AB Benzo 我刚才说比较容易分解的这个化学防晒剂 然后剩下两个基本上我没有在其他化学防晒剂里发现 所以我想说美系的化学防晒剂真的很不够 唯一一个防UVA的还不是全波段 那如果是美系化学防晒霜的话 其中只有一个成分是防UVA的 那就是AB Benzo 因为它很容易被光的照射所分解 我们就需要经常的补涂 如果是在室外的话 至少是两个小时补涂一次 如果你用了那些新型的防晒剂 像Tinosaur S呀 这类的防晒剂的话 也是需要补涂的 只不过它的频率没有AB Benzo那么的高 它相对来说光稳定性比较好 那你看完这期视频会觉得 物理防晒剂今天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所有人不都用物理防晒剂呢 当然不行 因为它有自己的弊端啊 因为它的质地啊 可能会让痘痘肌长闭口之类的 所以下期视频我会告诉你们 什么肌肤适用于什么类型的防晒霜 当然我也会推荐几个我非常喜欢的防晒霜给大家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 有任何防晒霜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期的防晒特辑 记得给它大大的like 我是穆迪 我们下期见 Bye